韩寒发掌门感慨 退学是件很失败的事情 来源 北清网娱乐1月8日 韩寒在微博发表掌门称 前几天接受了一条的访问 聊了不少 我总结一下中兴思想 这也是我这些时间的所想所得 谈到退学往事 韩寒表示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 说明在一项挑战里不能上任 只能退出 这不值得学习 最近几年 韩寒转型做起了电影视 夜 而对于新事物的诱惑 韩寒也表示 只有为电影做了很长时间准备和学习的 才可能成功 而如果只是因为觉得当导演好听贴金 那肯定会扑街 以下为韩寒微博全文 前几天接受了一条的访问 聊了不少 我总结一下中兴思想 这也是我这些时间的所想所得 一 指责八十后九十后抗压能力 不强是不公平的 因为经济和生存的压力 都比以前大很多 社会发展和历史原因 给了这一代人太多的压力 二 杂文这东西 无论写出三观多正 写着写着 会发现自己容易变成一个鸡贼的人 往往情不自禁想怎么样筛动 更多人的情绪 当我发现自己有这方面倾向的时候 就反思和停止了 三 很久没写杂文 也是因为悲剧的源头往往雷同 除了宣泄情绪也没有其他作用 况且很 多微信号和微博已经写得很好 我不认为这个时代里 杂文可以成为作品 希望把更多的时间 和感情留给小说散文和电影的创作 四 为电影做了很长时间准备和学习的 有很强的表达愿望的 转行做导演很可能会成功 觉得当导演好听又贴心 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加筹码的 肯定会扑街 五 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 说明我在一向挑 占比不能上任 只能退出 这不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的永远是学习两个字本身 学习两字 不分地点环境 是一件周老要做的事情 我听到有人美滋滋得意洋洋说 寒寒 我学你退学了 我不理解 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有什么好学呢 为什么不去学我做的好的地方呢 六 自我表达是很收拾的东西 你不能又要完全自我表达 又必须要试 常为你的自我表达买单 否则这世界就多么崩坏了 这也是一种自私的体现 表达的出口有很多 比如诗歌 比如写作 比如唱歌 不是世事都有必要 拍成人力投入和资金 投入不菲的电影 而且据我所知 很多优秀的艺术片导演 其实很为他人考虑成本回收 根本不是人们想的那么任性 不要让信任你的表达的那些人陪个底 朝天去和西北风 这样才能让表达走得更远 当然 如果你自己有钱任性 那就当我放屁 七 我住在郊区 是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喜欢田野的味道 喜欢自然的开阔 我喜欢那样的生活 你要是让我住在上海 那种顶层豪宅里 天天看着黄浦江麦他陆家嘴 看着这个光怪陆里 只最精明的城市 我 我 我他妈也很开心啊 八 平时睡觉很晚 要是 被割草机或者装修的杂音吵醒了 我会很生气 然后睡不着 被小朋友吵醒了 就很开心 然后转身就睡着了 所以一样的事情 不一样的心境很重要 世间一切很简单 就看喜欢不喜欢 最后祝愿大家新的一年 自由快乐 分享 在相关阅读刘一飞深夜发门 被指与南烟战剧组闹翻 知情人 拍摄正常 来源 网易娱乐凌晨 刘一飞发了呵呵搭三字 一时让人摸不着头脑 随后有消息称 她是在暗讽杨彩玉点赞事件 之后 有网报消息称 刘一飞其实是和正在拍摄的南烟战笔录剧组产生了矛盾 疑似合约出问题 对此传闻 知情人士表示 拍摄一切正常 分享 在相关阅读孔刘正玉美否认结婚 两人是兄弟的关系 来源 网络最近网上流传着孔刘和正玉美结婚的消息 因说到了具体时间和地点引发关注 9日 孔刘正玉美双发否认称 关于两人将要结婚的传言 根本不是事实 两人甚至不是兄妹 而是兄弟的关系 孔刘只将正玉美当作弟弟一样看待 两人曾合作熔炉 扶上行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吴磊亮身照曝光 个人首尊蜡像即将入驻香港杜杀 来源 娱乐影视资讯 吴磊源标题 吴磊亮身照曝光 个人首尊蜡像即将入驻香港杜杀 今日香港杜杀富人蜡像馆 宣布吴磊即将入驻 并首都曝光吴磊蜡像亮身照 照片中吴磊见眉星目 灿若星辰 举手头足间自带少年朝气 亮身照仿若变成 一浮浮心一木马少年的画像 据悉 吴磊的蜡像即将正式亮相 这是吴磊个人首尊蜡像 也是香港杜杀送给吴磊18岁的成年礼物 同时 吴磊还是入驻香港杜杀年龄 最小的内地艺人 六小时亮身暖心静夜 严重赞吴磊作为童星主导 自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其活泼外向性格和静夜精神 备受众人喜爱 此次吴磊为其个人首尊蜡像亮身 更是将其静夜和暖心特质 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六个小时的精密亮身过程中 吴磊一直保持高度良好的状态 虽然长时间的站姿消耗了很多体力 但是暖心的吴磊 还不忘关心为其量身的工作人员 在空荡时摆出搞怪有趣的表情 缓解现场紧张的工作氛围 杜杀工作人员对此也表示 吴磊不仅是一个好学静夜的艺人 还是一个暖心的弟弟 跟他在一起工作很轻松很舒服 他身上散发的少年朝气很有感染 吴磊刚刚过完了十八岁生日 年龄如此之小 也有了个人首尊蜡像 对于吴磊来讲 他被赋予很多特殊意义 是演艺路上重要肯定 也是成长道路的美好记忆 吴磊与香港杜杀 也是很有缘分的同龄人 在去年八月 吴磊就曾去过香港杜杀 为同事十七岁的蜡像馆 准备了暖心的生日祝福 还送上自己用心准备的礼物 在2018年香港 杜杀则为十八岁的吴磊送上 这份独特的成人礼 个人首尊蜡像将入住 2018先作营品霸主 据了解 吴磊虽然是入住香港杜杀猪年龄 最小的内地艺人 但是他的出道年龄却不小 自三岁拍摄广告 五岁拍摄电视剧 至今已经有五十多部电视剧作品 更获得电视剧飞天奖少儿电视剧二等奖 国剧圣殿或醉剧前日演员奖 星光大赏年度飞 月艺人等众多奖项 被业内誉为正能量少年偶像 这样成绩满满的吴磊 在他十八岁生日更变身霸主 吴磊名字大战微博 当天明星是立本第一 多条吴磊庆生话题 也霸占了搜榜 过完生日的吴磊 还会继续当着迎评霸主 他主演的古装玄幻剧《斗帕苍穹》 和看险题材剧《杀害》 还有他主演的三地戏剧电影 《大闹东海节气幻剧》 这电影《阿修罗的会》 在2018年跟大家见面 他将在2008年 霸平一整年 相信成年后吴磊的演绎道路会更宽 走得更稳更迅猛 对于吴磊首尊蜡像 他本人和粉丝都很激动很期待 对此蜡像亮身时 吴磊表示很激动 也很感谢香港杜莎 工作人员很专业 对于他的好奇都详细解说 整个亮身过程很有趣 自上次为香港杜莎 救生师制作了 首后 吴磊表示一直对制作 蜡像工具充满好奇 这次亮身经历让他学习到 很多关于蜡像的知识 收获满满 对于蜡像造型 他则透露绝对有惊喜 有故事 希望大家能尽快和18岁的自己见面 粉丝们想要知道更多 关于五类蜡像信息 可关注香港杜莎 富人蜡像馆微博 微信等自媒体平台 第一时间获知蜡像揭幕时间 和蜡像各类信息 返回搜 胡 查看更多